主料,西葫芦一个,鸡蛋四个,面粉一小杯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食材,将西葫芦擦成丝,打入鸡蛋,加入盐,搅拌均匀,倒入面粉,搅拌成面糊,电饼蒸预热后倒入油,用一小块西葫芦,将饼蒸上的油抹均匀,倒入一大勺面糊,抹平,盖上, 饼蒸的盖,煎纸饼两面金黄即可,烹饪技巧,小贴士,一,吸葫芦遇到盐后会出汤,所以不需要再加水,二,记得要多放一些才会松软,否则发硬,三,油不要放太多,又不会很油腻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